好 现在这个时候呢 平均两到三天天气就会出现变化 今明两天都是好天气 礼拜四开始又要变天 我们带大家看到卫星云图 明天开始呢 风向比较偏东风 所以各地看得到阳光露脸 高温逐渐回升个两到三度 还是要留意西半部地区早晚日夜温差比较大 而且是今天这低温在桃园只有11度 高温在高雄还有29度 而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 礼拜四 礼拜五这两天开始呢 风面通过加上呢 这西南风一吹带进来比较丰沛的水气 导致呢 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呢 水气比较旺盛 容易出现局部大雨 礼拜六开始呢 水气逐渐趋缓 礼拜天的冷气团又会来报到 明天的天气我们来看看 明天呢 北台湾跟今天差不多 阳光露脸着高温回升到26度 而至于中部地区要留意 早晚日夜温差相对还是比较大 南台湾的高屏同样是看得到阳光 高温回升到28度以上 而至于东台湾同样的天气算是蛮稳定的 高温25到26度 外岛地区入夜清晨比较冷 这低温下探12到17度 明天天气还不错 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受到了风面 还有西南风影响